好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電腦模擬 對於臺灣東邊的熱帶勞動 他模擬出來的結果 就是未來他是會很緩慢的 往東來移動 慢慢地離開臺灣 但是因為他的水氣 會一直留在臺灣附近 因此大概未來五六天 臺灣附近的這個午後的雷震雨 都會相當的旺盛 也都是因為他殘餘的水氣 造成我們這個大氣的不穩定 所造成的 那另外就是在日本比較偏南方的海面 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他可能在今天晚上就會發展成為 這個第五號的這個颱風 如果是形成的話 他就叫做瑪莉亞 那他未來的路徑 主要就是先向著這一個東北之後 往北來移動 所以所以這個基本變成颱風 對臺灣也是毫無影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衛星陰圖上面顯示出來 就是在午後 可以看到相當強的 這一個午後對流的這個狀況 到目前為止還在消消漲漲漲的 還沒有結束 因為上午雲就開始比較增多了 所以今天的氣溫很明顯的 就比昨天稍微降低一點 不過中午前後感覺上還是有一點熱 那我們從這個雷達回波 也可以看出來這個午後的對流 伴隨著這個降雨回波 就是消消漲漲漲的 也帶來這個影響的範圍 也是相當的大 裡面還是有一些大雷雨 特暴在裡面出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天實際上的降雨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下雨的範圍 是相當的 幾乎每個縣市都有受到下雨的影響 其中還是有短時間雨勢比較強的 超過五十毫米的這個降雨 還是常常出現 那氣溫可以看到全台灣的氣溫 大概都在三十五度 到三十五度多一點 這個是最高溫的情形 跟前幾天比較起來 是有一點降低的狀況 那未來的天氣 我們已經分析過 是受到水氣的影響 所以在清晨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西南風 所以有一點凝興的降雨 主要的降雨 還是在接近中午之後 這個不穩定所發展出來的 這個強對流 可以看到這個雨 還是相當的大範圍 受影響的地區也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天氣 一樣可以看到這一個 熱帶勞動的低壓 在在台灣的東邊 走得相當的慢 那因此就是台灣附近的水氣 一直都很多 大氣不穩定 除了清晨 在這一個西南部這一帶 很容易有一些短暫性的降雨 那主要的雨 還是在下午過後 這種強對流發展起來 帶來的這種大雷雨的現象 未來幾天 一直到可能到下禮拜一 禮拜二都還要持續的來注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氣溫的情形 就是這兩天算起來 相對來講是氣溫稍稍微比較涼一點 明天三十五度 後天三十六度 之後那禮拜六 禮拜天氣溫又升上去了 這兩天感覺會又回到比較熱的這個情形 下雨的範圍稍微縮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明天要注意的就是還是氣溫 雖然稍微下降 但是中午還是會有點熱 那在清晨西南風的關係 很容易在中南部有一些零星的這個降雨的情形 那主要的降雨影響比較大的 還是在這個下午過後 因為天氣的不穩定了 就會有強對流發展起來 裡面會有大雷雨的現象 也就是說它會伴隨著雷擊強風 以及瞬間的強降雨 這是要注意的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